这个我们的气氛都很融洽 虽然我们气氛很轻松地住过了刚才的这个讨论环节 但是我们涉及到的信息量还是非常大的 那相信大家可能还需要一小点的时间去消化一下 但是毕竟今年是马年 所以我们就马不停提的进入到下一个问题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共存协调发展的探索 那我们就有请五星体育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李辉先生 来为我们讲讲这段探索之路 下午好 各位同好 下午好 非常荣幸 专讯主义和包启 请给我这么一个机会 在这里跟大家做个简单的一个交流 我也非常高兴看到 这段一个今天身体育传 我也非常高兴地看到 江总已经离开了 我的话可以开放一些 小冬 江总会回来吗 还是说去开会 那就放心了 江总刚才 我本来准备了四点 因为我猜想CCTV5总应该是讲五点 讲到它只讲个四点 没办法 我就只讲三点 只讲三点 第一个呢 我想我们五星体育 不像那个CCTV5这样全球文明 所以说我还是很有必要做一些五星体育的自我介绍 我那是属老鼠的 所以说自我介绍也未免中国有句验语 老鼠跌落趁盘上自赞自夸 翻译有点问题 不翻译会比较困难 五星体育那个全美有限公司 是SMV旗下的全资的公司 成立于2011年的4月1号 到现在还差一个月 就满了三岁 所以还是一个非常有限的公司 旗下的全美平台呢 有分几个 一个是覆盖上海的五星体育频道 第二个平台呢 是覆盖全国的体育数据频道 叫敬爆体育频道 这个频道呢 是用那个基顶核的方式来覆盖 覆盖我们中国大陆地区的五千五百万的 人物 五千五百万的家庭 第三个我们的频道是体育广告 是覆盖上海地区的体育广告 第四个平台呢 是我们跟风行网 合作的一个视频网站 叫风行网 五星体育品 是一个视频网站 所以从价格上来说呢 应该说是一个全美体中端的一个 这个一个体育传统公司 海商还是以视频为主 第二个呢 那我们这些平台拥有的一个赛事的一个版权 还是比较齐全的 足球方面来说有中操 有阴操 有西甲 有折甲 篮球上 篮球主要是这个DTA 那网球的话 主要是ATP 和UTA还有那个四大宝贯带里面的 泡网和温网 当然还有很多的银河球 还有风流温 很多最主要的那个版权 我们都是拥有的 有一些是拥有中国大陆地区的版权 有一些是拥有上海地区的国际的版权 像比较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个亚洲联的一个足球的package 就是我们在中国大陆地区就是有我们独家代表的 包括雅冠和零去四年的雅冠和是雅族链的很多的比赛亚洲杯 还有那个WTA也是中国大陆地区的独家版权 那个江湖不在还可以讲点小故事 那个 当然这个我也有责任 我应该很慷慨的把这个版权免费送给CCTV 以满足广大中国体育爱好者的一个选择 但很不幸 那段时间我正好在澳大利亚休假 所以没有完成这个美好的心愿 所以江湖虽然不在这里 我还是要表示很深切的一个歉意 事实上来说 CCTV5要问我们五星体育 需要我们一些小小的帮助的话 我们一直是非常乐意 事实上在这之前 那个WTA有一战比赛 我忘了 决赛是李娜和那个沙拉波瓦 那个CCTV5 我们那个江总的领导 李台 李廷 也不太大 还现在副总编辑吧 打电话 还需要的话 我们就是这样 免费的提供的 因为为央视服务 一直是我们地方台的荣幸 过去这样 过去这样 现在这样 我相信 江总的领导 也不会改变了 所以那个江总的领导 就是我非常随便的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军体育 还有很多的 还有两个合股公司 是我们控股的 就叫新神传播 文化传播有新公司 这个公司主要是跟CSPN合资的 主要是运营那个F1 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安全 在今年的那个晚些时候 我们可能还会 这个公司还会进行一些 赛事的赛事管理方面的工作 比如说斯陋克大师赛 无锡的斯陋克大师赛 还有在上海的一些跳水的比赛 还有一些冰唱的项目 这所以说也是一家赛事管理公司 有点类似于RMG 还有一家那个 我们投资控股的公司 叫上海五星网络科技 这个公司 这是一家做游戏的公司 和将来还会涉及到 互联网彩票 这个块 但从目前的主要的业维来看 是那个体育的游戏 目前是棋牌游戏 做的呢 还算不错 至少在上海地区的七拍网站里面 我们已经经过软软的半年发展 已经是排名前三位了 应该刚刚在那个冰箱也说了 联盟也说了 现在互联网都是靠两样 一个是游戏 另外一个产照 五星体育很不幸 也未能录业书 所以说这个五星网络科技 就是一是做游戏 二是做互联网彩票 因为我跟江祖不一样 他是一个频道的总监 我是一个公司的总经理 总经理的最主要的责任 就是赚钱 我想说的那个第二点 刚才那个主持人也说了 说五星体育的一个新媒体的一个 所以我只是想 这个题目比较大 但在这里我只是想谈谈 我对新媒体的一个看 所以可能这个世界上也没有新媒体 也越来越新的媒体 就像那个看相对而言 新出来的 铁月电视从它诞生起 它就跟直播 就跟第一时间的暴动 是联系在一起的 联系在一起 跟世界同步 所以从这点上来就不认 其实说实话 4K已经超过了 人也能够分辨的 最高的一个极限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么清晰的 已经超过人也的一个练习的 但是体育电视一直是紧跟着 这个技术的最高标准 或者说甚至是引领着 我们整个视频的 这么一个产业的往前进 所以说在技术方面 体育电视一直都在前列 第三点 所有的体育赛事 需要制作的一个标准 都是由电视机构来制定 沉闷的事情 你需要跟人一起来看 一起来分享体育赛事 给你的一个机动 你看球的话要喝啤酒 一个人的话就变成喝闷酒 这对人的身体健康是非常不利的 但是电视剧或者甚至电影 它其实是很私密的 反映人的个人的兴趣的爱好 需要一个人来看 不需要跟人分享 或者说它是比较排斥跟你分享 我就有一个 看的时候还要流眼泪 非常的投意 流眼泪 但是这种状态的话 它是不一定的 所以说我在做体育电视 觉得深感不幸 在所有的行业 都被新媒体冲击了万十八糟的 大家到了一个 在新媒体发展到现在 完全可以实现移动端的一个播出 移动端是未来 其实已经是现在 不是未来 我以前一直说 那个PC端跟我们的电视的终端 是争夺观众 是我们的敌人 因为一个人在看PC端的时候 不大可能再去观看 那个在去观看电视 但是移动端 拍的也好 特别是手机这个移动端 跟电视是一个天坐之和 电视的这个终端 是一个天坐之和 完全可以实现 我们所谓的一个台网的一个互动 可以利用这个手机的一个终端 很完美的跟我们电视的终端 进行一些互动 所以说体育电视 在这方面来说 跟新媒体 在我以前刚才说的两点 可以有一个完美的一个文化 事实上 发了一顿风险 所以我也规定自己 各位版权同理人 最多喝杯茶 而且我来买单 你们请我喝杯茶的话 我是有风险的 但是请我的同事王军 是可以的 请他在江南吃顿饭 都可以 请问也没用啊 这就是我的老板的用意 但是我本人对这个体育电视的版权 还是有一点看法 就是两个字 贸易 反正的交易是一个贸易 没有任何的技术含量 人头混得熟 熟一点 关系好一点 跟 就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东西 所以说我觉得 未来的二十年 如果我们还采用这种 简单的贸易的方式的话 我觉得在座都是真一份 真的是浪费 大家的才智 和智慧 所以说有一些建议 反权的一个交易 我觉得主要涉及到三方 一个是体育组织 第二是我们这样的拨出机构 第三是在座有很多的反权机构 这是一个三角 一个凳子的话 有三只脚 是基本的配置 主要两只脚都要摔倒的 三只脚是最基本的配置 中国人也说三足顶地 那是最稳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种结构本身是很好 但是三只脚里面 如果有哪只脚短了 那是很糟糕的事情 对吧 有两只脚短的话 那这两只脚要倒下来 要倒下来 所以也很明显 这个版权工作 肯定是需要我们这三方 给予版权商和拨出机构 一起来携手共进 谁也不能落到后面 哪一个方面如果短的话 这个版权的工作 或者我们共同的一个事业 就不能很好的一起推荐 在这方面来说 我觉得我们的拨出机构 要更加多的负一点责任 不要老是用这个垄断的思维 来思考这么一个市场 至少这么一个市场 如果你花钱 花了很多的钱 这个主要是批评 GTTV5和霍华人腾讯 因为他们最有钱 那个 Buy everything 所有的东西都买好了 但是你问题是 你没有拨出所有的东西 这个同学法的钱 那个互联网 有个海量的 它都给你拨出 但我们看不过来 这个会有很大的一个问题 你买了所有的一个东西 但是你没有足够的资源 去推广它 拨出它的话 你本身来说 你可能获得了 垄断的一个力量 但本身来说 你对这项运动 是非常的不负责任 因为你没有去负责 承担起这个义务 帮它去做推广 那人家看不到的话 自然对这个东西 是没有什么认识的 所以说 这种垄断的行为 本身来说 它会窒息 这个体育项目的一个 推广 从而影响 大大的影响 它的一个市场的一个价值 所以 五星体育 至少在本身工作方面 我的一贯的一个 我的思路就是分享 就是分享 希望有更多的 大家一起来播出 用各种各样的制作的方式 讲的简单一点 我们可以用 这些北京台可以用 北京话来 播音 对吧 上海台可以用上海话 或者说多用一些上海的方语 广东 那更加是广东话 做一些评论 如果今年的那个世界杯 我们都能这样做的话 各地的观众应该是非常有无份的 他能不能看到非常精彩的 如何他们本地的公属文化的 这么一个世界杯的解说 那该是一件总有趣的事情 也非常有趣的 因为中国地大物博嘛 地大物不太博 但是公属习惯 各地都是非常的不同的 所以用这种方式来提供给世界杯的 如果制作的版本 我们三十几个省份 至少如果有十几个制作的一个版本的话 那很有意思 是吧 这就像给你一袋面粉 你做出了二三十种不同口味的面包 那不是很好 那不是很好 本身对世界杯也好 足球也好 这项运动来说 也是最好的一个推广 互联网又由互联网 自己的一个制作的一个方式 更加那个共不多产 这是我们波数机构的一个责任 从版权上来说 我觉得要更加的 怎么说呢 更加的少一些 少一些那个 短视吧 我觉得就是看着眼前的利益 这一张生意做好了 就完成了 很开心 做一次生意 就可以活一年 活两年 活三年 都有 我觉得千万不要 我觉得千万要禀弃掉 这样的一种做事的一个方式 嗯 版权公司是我们整个行业里面 体胞公司最多的 一个公司只有一个人 活着非常合资的 开开心 开心 总体上来说 对整体的一个体育的一个市场 我很多话是不是说 我爱听大家 哈哈哈 但是总体上来说 是非常努力于整个的一个体育产业 这个市场的一个发展 我还是希望就是说 我们的版权商更好地做好 这三者之间的一个桥梁的一个作用 要有这样的一个平台的一个意识 事实上来说 版权商应该是搭平台的 造公布 让我们这些体育组织 让我们就播出机构 在你们搭建的这个平台上 平等的交流 一起把这些体育的一个项目 阻集好 推广好 合作的 合作共同 合作的共同 应该 版权商也应该努力的争取 从体育组织那里 要更多的一个权益 做综合性的一个推广 而不是只是要利润最高 推广起来最容易实现 金钱的价值 最方便的一个体育的电视的一个版权 还应该要更多的一个权益 打个比方来说 那个英超的电视的版权 那我们中国大陆地区新英公司 新英公司 他应该努力的争取像英超的联盟 多要一些这些球队的推广的一些资源 对吧 推广的一些资源 对吧 推广的一个资源 所以打个比方来说 那个十几支英超的球队 拿他的权力 在 可以在那个中国大陆地区 开十几个英超俱乐部为特征的包子铺 多好玩 多好玩 可以卖慢连包子 慢成包子 又不包子 开玩笑 这是一个 就是说多一点的一个版权 多一些的权益 在跟我们的电视的这些版权 共同合作 跟我们的体育组织 体育的一个播出的机构 电视台 一起来合作 我觉得 才能把我们整体的一个体育的一个产业的市场 做得可以更好 用一句话来说 让我们三方一起携起手来 并置掉我们的一个缺点 那就是鼠目穿过 我相信我们一起的一个 合作的这么一个体育的一个市场 未来会更好 然后我就想这么给我们 反正可以老鼠开始 以老鼠结束 再次感谢大家 谢谢五星体育的李总刚才的灰肠言论 然后我们下面还是请上Ocean体育的朱总 以及另外两位嘉宾 来自腾讯网的负责新媒体版权的朱总编辑 谢岳峰先生 以及 塑士 乐视网的总监 张婷先生 摩金厂 摩金厂墙好几次 所以那个 腾讯应该会想要有些话说 我们先让腾讯来说几句 就是说 关于 英文的版权市场 以及 腾讯是不是 所有东西都买 首先我澄清一下 这个 腾讯并不是什么东西都买 我们也 我们没那么有心 还是要从这个 投入产出笔 以及从长远的这个 对市场的培育的角度来看 这个 还是有一个比较严谨的 评审 评审的过程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说 其实很多 刚才好几个人 这个都提到腾讯 觉得 就是说 腾讯有冲击到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传统媒体 但是从腾讯的角度来讲 其实 像刚才 李总讲到 就是 其实新媒体和传统媒体 也只是一个更新而已 其实 腾讯也不停的在被革命 甚至说我们自己在革我们自己的命 所以我们并不认为 我们就是最新的媒体 所以 Change 这个这个变化是一直在变化 我们也在变化 好 谢谢 那 非常 怎么说呢 非常的那个 勇猛 不光是那个 购买了大量的内容 还开始卖电视机了 而且听说这个电视机非常的难 得拖人 那个 到时候他们下来 慢慢谈 找你买几个电视机 谢谢你 那个 呃 就说你们这样的一个战略 就是以 当然以内容作为这样的一个 资助 来拉动你们这样的一个全传统链 包括那个 最终的这样的播出平台 以及这个 甚至于硬件 是吧 电视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考虑 是 对于 现在的这样的一个 传统媒体 所谓的新媒体 这样的一个 全局的一个 考量之下 之后的这样的一个 举措呢 还是有什么样的一个 下一步 有什么新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谢谢师总 谢谢师总 那那个 乐视的现在的一个战略是 呃 我们所谓的乐视生态 包含我们的 呃 内容加中专 加平台 加应用的这样一个 全产业店的一个 壁环 呃 就是我们的一个 远大的一个 影响吧 然后呃 呃 之所以有这样的战略是想给 用户带来最大的 价值 呃 呃 我想呃 呃 在座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 首先 我们是这个 呃 我们现在是呃 这个体育的媒体的从业 呃 呃 版权的从业 但是其实最初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 呃 是从一个体育的爱好者 是从一个用户 慢慢走进这个圈子的 呃 呃 呃 我觉得我们的共同的一个目标 是给用户带来更大的这个 这个 区域 而只有用户的这个利益得到的最大化 我们的所有这个媒体的从业者 所有的呃 呃 版权相关的 包括这个赛事相关的 这所有的机构才 他的利益才能够得到的最大化 就是我们呃 呃 的一个想法 嗯 好 针对那个 李总您再来谈一下 呃 刚才您谈到的新媒体跟传统媒体 其实是 在体育播放这个领域 应该说是 呃 应该是打平手 是吧 至少是 呃 互相不能打大平手 互相有自己的优势 所以接下来应该更多的是 合体 以及共生 那您是怎么看待 就是说 呃 比如说像那个 呃 灯讯自己现在有的那个 甚至于 以微信作为一个 主要的一个平台 这样的推广的一个平台 以后微信也会那个 呃 相信也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些内容 呃 包括热市 这样的一个封闭式的一个 呃 产业的相对完善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机构 您怎么看待那个 呃 跟这些 呃 跟这些 呃 呃 其实 我一直 我一直觉得 与电视 就像我刚才说的 就因为 有这些特性 所以我 我一直觉得 我们跟金融体之间 没有进行 嗯 我是有所并性的 那种 我们只有 有所贡献 自己来 但是刚才 那个 那个热市的这个 呃 郑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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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的这个 闭环 我是要提醒大家 是要稍微警惕 闭环这种 所谓打造生态圈啊 最恐怖的 他才 郑董声声 口口声声 为了用户着想 一旦让他这个闭环形成 吃苦最多的就是用户 大家要警惕啊 哈哈 那个郑董怎么样 有什么想法 嗯 嗯 其实刚才李总在 演讲的时候 我就很赞同李总的 几个观点 一个是 呃 我们这种 新媒体和旧媒体 其实没有 谁好谁又不好的 这个区别 只有 呃 新和旧是没有意 它是一个相对的 但是 最有意的是好和坏 好的媒体 才是我们想做的 然后还有 呃 李总还有一个观点 是我很 赞同就是 呃 互相的帮助和共享 呃 呃 这个是我们 在现在这种 呃 中国这个市场 像刚才呃 呃 呃 我说的 整个中国市场 还 呃 相当的小的 规模的情况下 呃 呃 我们其实现在 不应该局限于在这个 你和我之间的 他 他 他 你之间的这种竞争关系 而是应该 呃 共同的去把这个中国市场 给做大 呃 确实现在很多的标准是电视台在制定 但是我们也看到 就是说呃 其实现在 如果没有这种新的竞争 新的推动的话 原有的一些标准其实是呃 弱后于时代的 所以呃 呃 我们也希望我们能通过这种竞争 然后呃 一起去提升这些标准 给用户带来更好的 服务 谢谢 好 从后面腾讯有没有那个 呃 微信啊 这种平台的同时 其实也一直在打造跟那个 传统媒体间的这样的一个 共有的这样的内容平台 所以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你们跟传统媒体间的这样的合作 对 这可能呃 侧面的回应吧 因为我是觉得呃 呃 刚才李总讲的就是说 呃 一点我很认同的就是 整个 现在整个呃 呃媒体 特别是呃 体育版权行业啊 就是可能几十年不变 或者说 过去的这种商务模式呢 我觉得随着呃 移动互联网的到来 可能这个商务模式可能会有一个呃 呃 天翻地覆的改变 只现在还没有变 所以呢 当这个改变来的时候呢 就不存在 新媒体 或传统媒体 就连 刚才 颜强也说了 他说 现在的 就有的这几个 门户网站 四大门户 包括我们腾讯 也都属于 新媒体里面的传统媒体 也需要被革命 那腾讯呢 呃 先走了一步 我们现在自己 革了自己的命 那 就是革命的这个工具呢 就是 微信 啊 我们暂时 暂时不提这个产品 我是觉得说 呃 版权行业 现在 或者说 我们刚才李总讲的 这三只脚 就是只做到 这个 满足用户需求 只满足到 一半 就是你把人家的这个 欲望挑起来了 你不跟人家开房 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讲呢 就是说 其实现在我们只是说 呃 通过 版权应有方 赛事的组织者 你有这个版权 你卖给 像这个 CCTV5也好 这个 SNG也好 或者是 我们程序也好 你只是 让观众 能够通过这种各种渠道 去看比赛 看完比赛基本上 你就没有下文了 就 下一步你就不做 没有什么可做的 但其实对 呃 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讲 其实体育是它的 lifestyle的一种 它是需要 不只是欣赏比赛 欣赏完比赛 我需要跟我的 同好们去分享 还有 我要能够组织 同样的这个 体育爱好者 一起去practice 一起去 去进行这个体育活动 那最后面这一步 组织我的同好者 以及去做这个 参与这个体育活动 这两步呢 其实现在的 不管哪个媒体都做的 基本上没有做 或者做得很差 而这一点呢 我们要给这个乐视 不不是乐视 这个这个 虎姑的这位 我们虎姑的同仁们呢 要给 给一点掌声 因为他们说 他们现在很多 线下的 就拉在一起 各种比赛 其实这一点 是我们后面要 要做的 要把后面这个 给做下去 那我觉得 过去的 传统的那种做法 是一种 树状的 反正我卖给这一家 这一家 再分销给另两家 然后就卖广告 或者去收费 so subscription fee 这种方式 这种方式 是传统的这种方式 我觉得未来 有移动互联网之后 会有一种移动 会有互联网的商业模式 我预见的商业模式是说 他的 business 架构 不是这种 树状的 而是网络状的 是通过去赚 长尾 long tail 这些用户的钱 是什么呢 就是说 可能你的视频 是打闪的 一段又一段 是可点播的 Click 然后每一个用户 他根据他喜欢的 他看完这个视频 视频可能是免费的 通过这个视频 他可以去邀请 跟他一起附近 比如说这个城市 我喜欢看同样的 这个体育 或者同样喜欢 这个体育的内容的人 一起来参与 一起来评论某场比赛 或者说 能邀请他们 约好说我附近 比如说现在在上海 附近最近的 比如说 有一个浦东 什么体育场 我们在明天下午五点钟 我们去踢一场球 和打一次篮球 而同时 你又能够通过你的 移动互联网的 这个APP 或者是腾讯的 微信公众账号 能够实时的通过LBS 这个技术 去约到你这些同号 同时能够下定金 定好那个场地 然后去打一场球 然后同时在打的过程当中 你可能会发现 你需要某个设备 我又换一双鞋 或者我要喝几瓶水 同样在微信的公众账号上 你可以立马下单 叫到那个水送到你比赛的场地 或者你的鞋 在那个时候送到 或提前送到你家里 或送到比赛的场地 这一个产业链 我觉得才是我们以后 这个体育产业链要做到的 就一直做到 线下它去参与体育活动 以及体育活动之后的 这一些东西 这个闭环都要做完 而现在这个技术 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知道吗 在中国 腾讯的微信 特别是腾讯微信的 公众服务号 是能够帮大家都做完这些 最往谁倒 这个要充飞 那个 当然就是这个 刚才谢董比较老师 Ototo的这样一个 新的这样一个概念 因为我们也知道在座很多版权烧 其实版权都是有期限的 当你建立起这个 模式来的时候 这个版权有可能就没有了 面临这样的时候 还有一种关 这个 建立这样的社区其实很快 只要你肯 我是觉得在座的 都是版权 版权界的朋友 就刚才李总维讲的 不要那么短次 我们要另外一种方式来run 这个个数字 如果你可以把你的版权分解成 刚才讲的很多很多的 这个不只是一家代理机构卖出去 而是你直接reached out 你直接建立一个 或者你自己建立一个APP 或者说通过我们的服务号 或者whatever 就是一种渠道 你直接触达到每一个 喜爱这个体育的用户 而建立这个产业链 你一定可以从这里面去赚钱 而且这个时间不会很久 因为互联网的时代 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时代 这速度是非常快的 好 那这也给我们那个 翻展的展商 也提了一个新的家庭的建议 希望更长期更 宏观的看待这样 我们的版权的利益 下面有没有什么问题 请问是 我想问一下 我们虎克自己也会 刚刚说了有些线下的赛事 比如说千小罗 或者是做一些第三方的赛事 我想问一下 像五星体育这种电视台 对像比如说我们也好 或者是Ocean 或者是别的公司也好 这种我们自制的那种 第三方的赛事 它是持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还有就是如果是 对我们这种自制赛事 它是持欢迎态度的话 就是双方应该如何来合作 能够赚大钱嘛 对吧 因为其实从资源的角度来讲 我们也不缺 我们可以牵到小罗 可以牵到贝卡姆 甚至牵到阿森那 牵到巴萨这样的 但是我就是 我也跟五星体育的人谈过 可能我没找对人 但是我觉得谈的时候呢 就是说 比较艰难 就是这样 谢谢 首先那个 刚才感觉就是说 你说的那个应该不是赛事 最终就是一个活动 是赛事 是一个 好比老克拉的赛事 或者是 我找一个 比如说小罗队 帮中超的一个队 真的 这个标准是不同的 我们电视台 总体上来说 是一个大众的 一个传媒的平台 所以说他对 在这上面 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观众在哪里 所以 我们 基本上 总是要寻找 最高水准的 一个比赛 在上面 而不仅仅是 那个 体育的比赛嘛 越竞技 越娱乐 所以说这个水平 是我们 是判断这个产品的 最重要的 一个标准 即使是小罗也好 贝卡汉姆也好 他过来 做一场的活动 第一场这样的比赛 他具有娱乐性 但其实他的 体育的属性 非常低 所以说 这个产品 他可能 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 互联网的产品 但我相信 他不是一个 好的 那个 体育电视的 产品 所以说 对于一个产品的 一个 衡量的标准作品 所以说 也决定了我们 两个不同的平台 对这个产品的 一个选择 不过 也 非常高兴 一个 股夫能够看得起 五星体育 希望跟五星体育 来一起来 合作 做这么一些 活动 就是说 赛事也好 我相信 就是说 我们体育电视也有很多 制作产品的方式 比如说 把他 把刚才那个 周卫宣理 说的 活动 做成赛事的一个模式 这是一种 做产品的一个方式 但显然 刚才你说的 不适合这个模式 那么我们把它做成 新闻产品 或者说是一个 活动的一个产品 小罗也好 小贝也好 跟球迷的一个界面会 如果直播的话 我相信也很好看 也很好看 但他如果是竞赛 就去踢上球 这个是没有太多的 观看性 所以说 你们 最重要的是 找到那个 我们互联网平台 和电视平台的一个 产品的一个 结合点 如果大家都认可 这个产品 存在这个价值 那我相信 五星体育师 非常 愿意 愿意来合作 我跟那个 你们 陈总 也认识很早 也是朋友 我相信 你们一定会 找对 谢谢 请喝茶 就不喝 还不用碗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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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谢谢大家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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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激 我是 是国家吗 对 那么明显,对吧 所以,谁在历史上的历史上 从澳门上很难理解 尤其是中国的历史历史很短 所以,我想知道 作者,你认为 文化和历史的历史 会加上一些质量的质量吗? 这位博换名字 德里递买的时候要换名字 但这个对于转播商来说 会不会在那个 就是因为他失去了这样的一个传统 所以对于转播商来说 对于这样生化的传统俱乐部 正在失去这个 他们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保持很久的一个名字 对于你们来说 它的商业价值 或者它的转播价值 或者改变 我想这个应该不会改变吧 因为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年当中 生化这个品牌的价值 在过去的那位老板的手里面 已经归零了 所以 目前有实力更加雄厚的绿地集团 接手 至少对一些球员的薪水也是一种保障 让一帮球员饿着肚子提球 那么这支球队 因为再有优秀的传统 它也会消亡 所以说 刚才你一直在说 江总也一直在说 江总的 speech的一个主题是改变 所以说 改变有两种 一种就是好的改变 一种就是坏的改变 我相信生化的这种改变 是好的一种改变 比赛或者什么资球联赛 我觉得没有什么历史 没有什么文化 那没有意义 就是这样 传统不仅仅表现在生化这两个字上 有非常多的历史的一个产典 包括他的组场 工口的一个组组 方方面面还有很多的 相信将来还会有很多的以前的老生化的球员 会以教练员啊 一些方式加入的这些组织 所以说我相信 历史传统是不会改变 不会因为两个字的改变 谢谢 谢谢 还有他们什么 还有个问题 没有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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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 在中国的能力 能够 使你能够在视频 那么多的一些东西 因此 就像云囫 与いく 好的 与いく 是 的 是 你能够在接近的 对 你的 技巧 我 我不能 mötend let's go question so my question um it seems it seems to me but you who has a lot of uh streaming you cool ppdb c they all have stream online streaming yeah functions yes 所以这会影响电视频观众吗? 因为你能够很容易接触,我认为比其他国家, 你能够接触游戏内的电视频, 所以这会影响电视频观众? 虽然各大网站都会非常友好来切我们五星体育的信号, 但是有两方面的意见, 但一开始的时候还是挺纠结的, 因为我们毕竟没有收到制作费用, 其实互联网站的版权有很多,不是我们的,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 应该由版权机构去收取,也许它已经收货了, 但是这些制作的信号, 由我们五星体育的评论员解说的一些信号, 事实上来说是我们还是有一定的著作权的, 还是有一定的著作权的, 所以这个呢, 但总体上来说在这个行业当中, 大家都是非常友好, 就像兄弟一样, 如果自己的弟弟到自己家里面秤一顿饭, 我也都是不太好意思问他们收取, 那就这样。 谢谢大家。 谢谢。 teen garbage so we pretty much have all this was right so we don't need to do that first of all a second come back to your question original question I think your question is more regarding whether there's a territory or demographic protection that whatever the price we have it would be specifically mention is only for mainland China so for all the sports event we have this the geographic block to to fulfill you know the the rights especially like the the past winter olympics and all those major sports event we do we have very st you know on that however you know in terms of technology you can never protect hundred percent so they always would be you know some some guys they use VPN or whatever that might be some you know tech guru from US they can visit China's China side but besides that it's you know we have almost 100% block all those outside China's viewers whatever I don't know where they're from that's answer question maybe last one so we a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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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能够真正的服务到后面的一端 比如说能够给他提供线下服务 一直到生完小孩 一直到生完小孩 在这一部分上我想请问腾讯的微信的产品 是否能够是否足够开放给第三方 给所有的不管是体育机构也好 还是版权机构也好 能够共同的来开发 共同的来完成结婚和生小孩的后面这个部分 还是说更是一个封闭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谢谢 OK我是微信 腾讯公司的整个宗旨 现在就是一个开放平台 我们越来越愿意将我们超过十亿的 这个活跃账户 开放给所有愿意跟我们合作的 不管是媒体还是产业界的这些朋友 特别是刚才您提到的微信 其实我们的这个公众账号 它就是让所有的媒体 甚至严强同志 他可以出一个自媒体 网易 欢迎网易来开一个 一个公众账号 都可以 今天是通讯的两会 就是我们 他问到我这个问题 我只好回答 这个是完全开放的 我们希望所有的版权方也好 媒体同源也好 都来运营 在这上面运营 你们认为你们要触达的用户 如果我们本身这十亿用户 有你的用户在里面 欢迎你来通过这个平台 来触达它 这对我们来讲 我们其实是有好处的 因为这里面的支付 以及这个服务费里面 我们会有我们的business model 但是更多的我们的这个business model 是建立在你们做生意 你们赚钱的基础上 我们才能赚钱 所以我们是很欢迎大家到上面来赚钱 谢谢 各位听做 感谢大家 谢谢 然后有没有问题可以再来 非常好的 谢谢 谢谢 感谢 我們可不可以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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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